辽宁队两大最新决定 杨明成为了最大的赢家 姚明这次也大力支持辽兰 北京时间9月5日 我们来分享一下关于CBA的最新几条消息 第一个就是辽宁队宣布了两个最新决定 这让杨明成为了最大赢家 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第一个决定就是辽宁队再次委派杨明去西班牙学习 让他继续深造 老球迷应该都清楚 之前杨明已经去西班牙学习过一次 罗贝斯给他安排了最好的资源 在这里杨明进步的非常快 把最新的欧洲篮球理念带到了辽宁队 于是我们看到他们完成了三连冠 而在这之后杨明再次去欧洲学习 很显然辽宁队管理层非常信任他 而且之前杨明离开的两个阶段 辽宁队确实遇到了困难 事实证明这个球队目前可以没有郭艾伦 但绝对不能缺少杨明 所以杨明也成为了辽宁队独一无二的球员 第二个决定就是辽宁队正式续约了福哥 作为上个赛季的总军赛MVP 福哥的表现无可挑剔 辽宁队在第一时间也行使了他的优先续约权 而在昨天也完成了续约 由于万元公司帽没有变化 再加上辽宁队签下了阿秋尔和沙耶克 其实也就意味着福哥肯定是降亲续约 这在球迷看来有些不可思议 按理来说他的年龄变大了 而且上个赛季的表现这么好 肯定会在职业生涯的后期要求大合同 可没有想到福哥主动降亲 让球迷非常感动 而此时的姚明也在大力支持辽兰 因为根据下个赛季的分组来看 辽宁队所在的A组非常幸运 他们同组内的对手实力都非常弱 包括广州 福建 吉林和青岛 看得出来辽宁队有些独孤球败 他们基本又能锁定了常规赛第一名的好成绩